狼尾在江湖中跟智智扁桃体两兄弟齐名 人送称号 以上最无用废柴兄弟三人组 同样也是一款除了发言外 不知道还能干嘛的神奇器官 但是这种说法现在已经被推翻了 什么对他又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狼尾长在盲肠的末端 就是你肚子的右下方的位置 外形长得像半根蚯蚓 官方又送歪号 隐秃 因为它内部是空心的 一头封闭 另一头有一个小孔 连接着盲肠 所以食物残渣有时候会因为大肠的不正常蠕动 而不小心穿错门跑进蓝尾里 我好像被卡进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时间久了蓝尾被阻塞 就会引发蓝尾炎 目前解决它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切 很早前人们推测 蓝尾是人类祖先身处吃素氛围浓厚的时代 所必备的重要器官 它可以分解消化各种高纤维食物 只是后来 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 狮子的三百种吃法 它就退化了 当然这只是推测 很多人认为它可有可无 切了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经过更深入的医学研究 人们发现蓝尾并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跟我切完你跟我说这些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免疫器官 有着大量的淋巴组织 起到免疫功能的作用 而且蓝尾里还住着一大群 对肠道有益的细菌 如果每天你肠道里的菌群失衡 它就会放出一些有益菌 来维护你肠道内的菌群大和谐 20到30岁的时候 作用最大 但是60岁以后就可有可无了 所以呢 作为年轻人 蓝尾能不切就尽量不要切 哼 现在医学方向也是能保留就尽量保留 但如果它危及到了我们的小命 那就算是手 也得剁了它 已经切了蓝尾的朋友 只要好好锻炼身体 不随便折腾 一般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是花小落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博学的画家 通课 已经成为了 啦 妹妹福尔 唷 感谢观看